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来看一张显卡 这是一个明轩的RTX2070S显卡 指甲上贴的是不识别 明轩2070S 这卡看成是一言难尽了 这给人一种干干净净教育有方的感觉 这该不会是又是哪个倒霉孩子从邝老板手里堵来的显卡吧 特别是接口这一部分没谁了 先给他上镜来看一下吧 哦 显卡是可以上电的 风扇都能撞 主板已经跑完了量级代码 但是屏幕没有任何显示 但是吧 之前也看到他这个接口全部都锈完了 这样能显示那不见鬼了吗 于是我把这个显示器的线接到极限的位置 进系统看一下能不能识别到 哦 是可以识别到的 提示报错试伤 驱动代码报错 劳僧长堂的问题了 估计是显存报错吧 估计是在矿场累出了内伤 先给他拆开来看看 希望只是某个不长眼的显存在搞事情啊 夸插 这 怎么还少了个显存呢 奥修卡 不是吧 倒是不妙 兄弟们 哦 显存在这 显存被拆下来了 莫非是这个显存报错 当时换了还不行就拉倒了 极有可能 因为这个核心我看还是原装的核心 只是搞了一下显存 核心没有动过 还好 板子虽然有点灰尘 但是没有明显的维修痕迹 只是少了一颗显存 测下对立组织 它能认卡 1.8V这些肯定都没有短路 显存供电对立组织比较低 但是吧 上管没有积窗 供电没有被换过 那有点低 那先不管它吧 这个组织确实有点低啊 正常应该没这么低的 再看一下核心这边 这个核心四周是打了胶的 还是原产的胶 接口呢是已经烂完了 而且板子上面机会也比较严重 感觉都不得劲了 先给它送去洗一下吧 得先把它洗干净 绳子 再来继续研究 洗干净 烘干 再来看看就顺眼多了 这个显存先不管它 先把它搞亮机吧 现在呢 已经没明显回程了 先给它换个接口 先把它搞亮机 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然后再测一下显存 这个接口 太容易氧化了 必须得换它 换接口也很简单 直接拿着风枪在背面对着吹 待它的锡融化之后 可以取下来 当然这个不能硬撬 一定要等锡融化之后再取下来 硬撬的话容易把焊盘给搞 报废了 轻松取下 然后把焊盘给清理一下 把新接口换上去吧 好 现在我已经换好了 第一个DP口 接口焊的没问题啊 现在可以上机试一下了 简单拼一下 装上上热器 看一下能不能点亮 新接口插起来就是费劲了 正常上电 好 有显示了 测一下显存吧 它是A1被拆掉 哇擦 花成这个样子 花瓶我能接受 但是花的这么厉害 我就有点无法接受了 看来不止一颗显存在爆错 我估计起码有两颗以上 完了 这张卡估计希望不大了 联想到之前的显存供电短路 估计真的是短路了 诶那真是奇怪了 它的显存供电mos管没有被换过 怎么会莫名其妙短路的呢 果不其量 不止两个爆错 八个全爆错 这 不带这么玩的 甚至我都洗干净了 接口我也给换了 视频我都录了 怎么结局这么不尽人意呢 那八个全爆错 那没啥好修的了 难怪上家换了一个显存 不行就拉倒了 这个显存供电 我测了一下 显存供电是正常的 供电都没毛病 还是显存全爆错 我估计上家应该是A1 这颗显存 拆掉换了一颗 当时还是爆错 就拉倒了 上家是个高手啊 并不得了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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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